大家好,我是Mary,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这个花样 我们看这个花片,小小的这个花样,立体感,看上去蛮精致的 正面和反面都可以用于帽衫,毛衣,毛衣边 下面我们就来分享这个织法 看这个图解,是六帧四行的花样 可以看成是两个三帧的组合 它的帧法呢,有上帧,下帧,还有花帧 排花的话呢,要排六个杯数 加三帧下帧,跟右边对称 然后再一边,一个边帧,一共17帧 我们来编织 我起了17帧,等于两组半花形 第一帧挑起来不织 一帧下,两帧下,三帧下帧 然后一帧上,一帧滑针 再一帧上帧 这是一组花形 一帧下帧,两帧,三帧下帧 然后一帧上帧,一帧滑针 再一帧上帧,这是第二组花形 还有三帧下帧,接下来跟右边对称 然后呢,一帧边帧 第二行,反面的针法,边帧,挑起来不织 织三帧上帧 然后一帧下帧,绕上来 这个滑针,绕下来 一帧下帧,三帧上帧 一二三,然后一帧下帧 一帧滑针,一帧下帧,三帧上帧 就这样,我们把这第二行织完 第三行,左右三帧交换位置 左边的针法,我们到右边来织 好,一帧上帧,滑针,一帧上帧 一帧下,两帧下,一共三帧下帧 然后一帧滑针 三帧下帧,二三帧下帧 然后一帧上帧,一帧滑针 一帧上帧,一帧边帧 好,第四行,边帧挑起来不织 一帧下帧,一帧滑针 一帧下帧,两,三帧上帧 然后一帧下帧,滑针 一帧下帧,三帧上帧 一帧下帧,一帧滑针 一帧下帧,边帧 好,这行我们就重复 一到四行的这个编织方法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六帧,四行的花样 这种小花形呢,略有绿体感 细小,精细,枝,毛衣,毛衣边缘,帽子 多种场合,都非常的好看 您不妨尝试一下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